108年經濟部節能標榜獎系列光模研討會大會開始 接著我們請我們陳光明陳副總為各位 支持謝謝 人員局博專委公園宿經理以及各位外界的先進同仁大家好 大家早 好 感謝各位百萬中能參加本次由經濟部人員局主導公園主辦的108年部的接人標榜獎 觀摩編討會 很高興 你們 既品戲場代表台秀公司參加這次接人標榜獎的選法 蒙獲107年 接人標榜獎 金獎值十龍 感謝經濟部人員局 為台秀公司 齊齊在推動接人方面的肯定 我現在就跳稿 向各位報告一些事情 一般的獨立經濟體要 六千萬人以上 我們台灣才兩千三百萬人 所以我們大部分的產品要玩笑 那外銷比的是什麼 價格 比的是品質 比的是交貨的快板 那很不幸的 我們台灣在國際的定位 大家都很清楚 我們沒辦法跟其他國家定定自由貿易協定 也就是FTA 所以我們沒辦法 享有零關稅 幾億會關稅 所以我們 這幾年為什麼會有活 這幾年我們為什麼會還是活下來 就只要我們規模也有過大 我們量做大成本才會低 那量大你就小的人員 不管是真企業 電力也 都要耗用很大 所以你多一點少一點 對我們的成本 影響就很大 所以這個 所以才是我們 一直在重視緊縮不放的 管理重點 第二個我要想個報告的就是說 因為二氧化碳的溫室效應 即PM2.5 以及核能廢料 及核能安全的問題 各國或是很多預期 都是在發展再生能源 但是大家都知道再生能源比例提高 這個電費就會提高 所以這個 我們要不斷地在接人 就是這個原因 第三點 我昨天才從大陸回來 看到浙江主要在佐山青島 以更大的規模更虛擬的設備 在今年大概第四季或是明年初就會大規模的生產 所以這給我們 也是 因為新的設備 總之會比我們現在既存的設備 在節能方面可能就會被剩一錯 所以這也是給我們很大的挑戰 所以我們公司 為什麼每人都要設立一個節能的目標 各聖誕堂要成立一個節能減碳推動小組 由廠長來帶領 單純趙紀元每個月要檢討 看看節能減排改善案的推動進度 確保能夠達到這個美人訂定的目標 總經理事也定期召喚節能會議 透過各場來互相觀摩學習 來主席不斷地改善推進 林延紀品七場 雖然這個場已經是三十六年了 但是他從一零四年到一零六年 就完成九大項的節能改善 成立成功的降低的產品 單位用分量7% 降低產品單位用氣量23% 降低產品單位人好15% 一直降低產品單位人好15% 一連有17900噸 節能簡單是 工作是永不休息的 工作 所以我們要 參考國內外的 有什麼創新人或新人的設備 以及跟同業互相交友 來繼續促進 大規模的一個節能的工作 有需要應用大數據 及AI的人工智慧的技術 來溢化我們的生產流程 從這製成來改變的話 可能可以做到革命性的 節能的改革 來獎勵這個耗存 進一步提升 這個能源的使用效率 所以我們要加持太舊換新 所以我很高興的 農信台車公司 可以以兩家銀牌獎 廠商 新東洋公司 大演廠 台灣公司 合整工廠 以及各位 心境同仁 幾乎本次的觀摩 編號會進行案例的分享 及意見交流 來歇息 讓我們這個節能檢探可以 做得更好 再次感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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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陳副總為我們立名的支持 接著我們歡迎 機器部能源局博教軍博專委為我們支持 我們主辦單位 我們台塑公司的陳副總 以及高廠長 還有在座我們兩位銀牌獎的白獎廠商 以及我們業界的好朋友 大家好 最近大家可能天氣 大家感受到我們天氣一直陰雨不斷 但是呢 今天我們舉辦這個觀摩會 可以說是我們在107年 我們所有的一個成果的一個收整 也就是說今天這一場是壓軸 壓軸裡面來講我們放在這個地方 今天額外高層地區 從一路從高鐵站到這邊都在下雨 但是進了這個廠區的時候 確實沒有雨 可見得我們今天這次的觀摩會 一定是必然的順利成功 外面下的大雨 但是我們這個地方確實來講 毫無任何的風雨 那麼再回到今天的這個話題上面去 其實今天當我踏入到這個會場 以及跟我們這次的 我們金牌獎的得獎陳副總結束的時候 我就感覺到我們台塑企業的一個文化 四十年以前我在高雄 那個時候可能還沒有這個場 四十年以後 雖然陳副總說 這是一個比較具有規模 以及來講比較資深的一個場 但是來講在我心目當中 它永遠跟新的一樣 那麼我們去看一下 我們在107年 我們國家整體的用電 是兩千六百四十三億萬 億度電 那麼我們工業用電 佔據了大概百分之五十四 就一千四百四十一億 度電 可以說來講就是說 我們整個地區來講 如果在工業用電的上面來講 我們能夠持續的 能夠提升我們能源使用效率 以及提升我們整體設備的利用率 能夠擴大我們節約效果的話 我相信不只是說 對台灣地區整體供電的安全品質 都有重大的影響 對於我們業界 更是來講一個競爭力的提升 從剛剛副總的一個談話當中 大家可以清楚的了解 我們自己內部 除了一直不斷提升之外 我們外面還有很多的場 還有不能說是追丁 但是來講競爭力卻一直永遠存在 所以這是我們將來一個存活的一個命脈 當然 也許去看 我們為什麼要辦這次的節約觀摩活動 從以前到現在為止 我們辦了很多場 我們每一年都在辦 上一次是在學校的部分 那麼廠商大學辦完以後 我們接到一些廠商的 實質上的一個回饋回饋 說因為參加了那一場的觀摩會 所以他們公司已經接受到訂單的詢問 怎麼樣的方式 能夠把空調系統改善好 那也就是說我們實質上 我們觀摩會議已經發生了一些作用 那麼今天也是一樣 我們藉助同業之間的一個學習 同業之間的一個仿效 希望我們可以把這樣子的一個一個觀摩的成果 我們帶回去 布置到我們自己的廠商 布置到我們自己的廠裡面去 經濟部門一局 在過去一段時間裡面 我們真的來講就是說 希望我們運用到各種政策的工具 包括了我們推行系統化的一個節能的一個活動 以及我們持續公共設備的這個部分 我們也持續的推展了很多 擴大補助的這個項目 我們相信對於我們業界 都能夠有實質上的幫助跟注意 今天因為副總介紹了很多 所以我想 實質上的節目的手法 以他的成效 那麼接下來的這個部分 會大家可以聽到更具體的報告 我在這裡就不多拒訴 那麼有件事情 我但是還蠻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也是放在我心中很多年很多年的一件事情 那麼就是我們台塑企業的創辦人王永信先生 那麼在多年前他在美國過世 那麼遺體運回台灣 我在我辦公室的窗口 我在經濟部的年齡13樓 我的窗外就可以遠遠的看過去 就是圓山跟台塑的企業的總部在那個地方 那天下午 當他遺體運回台灣的時候 我那天大概兩點多鐘 我從窗外望過去 看到有一道彩虹 那道彩虹 也許你可以講 也許靠近圓山 台塑企業是不是有 正好有陰雨 所以來講有彩虹的出現 還是是因爲什麼原因 當然 我心中來講 出有一點震撼 就是說 那天正好是王川曼人的遺體 運回台灣的時刻 那麼遠遠的出現到彩虹 我覺得來講 這也許 就是說今天 他在走的時候 我們連老天爺 也展現出給予他的一個榮耀 這些事情 我一直放在心中 那麼當然也許 大家來講 就是說也許就是一個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我寧可相信 他是對於我們王友慶先生的一個 一個不管是說一個榮耀也好 或是一個讓大家記憶的也好 那我總覺得這是一份 一般人沒有辦法獲得的一個殊榮 在這邊 也回到我們今天這個話題上面去看 那麼台塑企業 一直永遠都是我們的標竿 都是我們學習的對象 我們也希望 今天 在這樣的一個環境當中 大家能夠充分的了解 充分的學習 以及把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經驗 帶回去 我相信來講一定會有助於 日後的一個 不管是在產品的競爭力上面也好 或者實質上面來講 企業的成長也好 都會有相當的注意 那在這邊 那我就先進祝我們的會議 圓滿順利 然後今天大家都能夠很安全的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 謝謝大家 謝謝我們經濟部 我們也許你的協調會